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寿 年没到可定的一天就是现在的楚戏 才怕上岸温水胜出伤害人民 因此,没到楚戏这天 村寨的人满腐老邪又逃亡深山 以夺避年的伤害 有一年楚戏,从村外来打个祈祷的老人 乡里一片从亡恐慌景象 没有人理会他 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 并劝他快上山躲冰年 那老人把胡子溜起来笑道 婆婆,若让我在家待业 我一定半年赶走 半夜十分年,穿青春 他发现村里几分以往年不同 村东都老婆婆家门贴打红子 屋内猪活同名将进门口时 眼内突然穿来哔哩巴拉的扎香声 年浑身扎离,再不敢往前臭乐 原来年最怕红是火网和扎香 这时佛婆婆的家门打开 这间圆内以为深笔红包的老人在哈哈大笑 年,打经四十,狼狈套穿了 第二天,是整月初一,边暗回来的人们 兼村里,黯然无恙,只分清晴 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 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寻懦 这件事很快在作为村里传开的人们都知道了孤岗年的办法 从此,每年初期,家家贴红对联任访爆竹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往事后一 年年有余,步步高雄生 新年的祝福,平日的夕季 愿你心静祥和,充满爱意 愿你的世界全是美满,愿你一切诚心如意 快乐舞鼻 拆着这书的日子,向你这一千年的祝福 希望不久我们能向出拆一起 在这欢乐的时节,给你我最正的祝福和境界的新年 愿你今年的新年比往年更最赞 愿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拟集到你的新年 衷心,祝你幸福,快乐,成功 祝大家一个快乐的新年 身体健康,家庭发大财,往事如意,年年有余 愿你的新年充满温馨 想和与千人团聚的快乐 祝了陶陶,新年了无限